臺北榮總公布最新研究肺癌患者當中 據肺癌家族史的比例 比重度吸菸者還高 顯示肺癌發生率與家族史息息相關 尤其是一親等家人 例如父母或子女罹患肺癌風險就更高 五十八歲的陳女士 因為弟弟罹患肺癌 他兩年前參加公肺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發現右下肺液有二點四公分節節 手術切除後確診為第二期肺腺癌 目前病況穩定沒有復發 其實之前完全沒有症狀 對 那還好篩檢到 不然就是這樣子默默的就變得更嚴重了 同樣也具有肺癌家族史的陳先生 因為母親有肺癌 他就醫檢查在左上肺液 發現零點七公分節節 後來確診為第零期肺腺癌 所幸早期發現治療 目前術後狀況良好 台北榮總公布最新研究 在近兩千名肺癌篩檢人數中 肺癌檢出率為百分之二 其中早期個案佔八成七 顯示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 確實有助於早期發現肺癌 更進一步分析發現 據肺癌家族史的患者比例比重度吸菸者還要高 顯示肺癌發生率與家族史息息相關 醫療團隊強調不同期別的肺癌 存活率差異相當大 例如第一期五年存活率高達九成 但是如果拖到第四期才就醫 五年存活率只剩下一成 目前國健署提供有肺癌家族史或重度吸菸者 每兩年一次肺癌篩檢 呼籲高風險族群 及早就醫檢查 記者大視頻 蔣龍翔特報道